你绝对无法想象 一只猫竟然出家当了和尚 它每天都会在佛前打坐 而且已经有五年时间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作为一只食肉动物 从小到大它没吃过一口肉 因为它只吃素 猫咪每次打坐时 都会保持这种双手合十的姿势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佛 而且还透露出虔诚的目光 每次师父们诵经 猫咪也会闭上眼睛跟着一起默念 我怀疑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它现在已经睡着了 师父说 猫咪之前是一只流浪喵 无意中被它发现 从此就住在了寺庙里 成为了佛门中的一员 每天都在专属于它的位置打坐 只要牧鱼声响起 猫咪就会快速跑到大殿 跟着师父们一起念经礼佛 每当吃饭时间 猫咪也会跟着师父们一块吃素 可能是感恩的原因 吃着吃着就会热泪盈眶 感谢师父们收留了它 猫咪的最爱竟然是青草 每天都会来上二斤 节目组表示怀疑 作为一只食肉动物 怎么可能每天只吃素呢 于是特意买来了小鱼干和猫罐头 测试一下它到底会不会吃 当猫咪看到眼前香喷喷的大鸡腿后 竟然无动于衷 上前轮了下罐头 赶紧嫌弃地将头扭到一旁 然后赶紧跑开了 师父看到这一幕 高兴地边鼓掌边哈哈大笑 对猫咪的表现非常满意 来这里的乡客们几乎都认识这只猫 还有人特意慕名而来 都想一堵猫容 甚至还有人给它磕头 祈祷自己好运连连 猫咪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趴着 这样子别体多淡定了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猫咪在这里生活得很安逸 希望它每天过得无忧无虑